好多好多好多警察 好多警察 晨早漏漏要大批警員來調查 就知道事件不太簡單 星期三清晨 有人在大嶼山呈壁村碼頭 發現一個37歲領著傷情症的男人 倒餓在一張床屋上 他頭部受傷,昏迷不醒 救援人員先將他送到長洲消防碼頭 再轉送到長洲醫院搶救 不過最終不至 在另一邊廂 警方在早上7點多 先後接到呈壁村兩個單位報案 報稱單位內有窗戶被打開 而且有手內痕跡 屋內有袋及現金不易而非 大批警員接報後到場 案件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據了解 警方懷疑在碼頭發現的男人 與這兩單爆竊案有關 正調查他是失足致死 還是曾經被襲擊過